那是季节或者候鸟的来临 三 作者颜红 胡适内心的这番曲折不以为常人了解 包括他母亲 在灰州乡间有人传言 胡适和美国女人连孩子都生出来了 胡母因此写信去问 胡适斩钉截铁地告诉母亲没有那回事 他说 而久已认为将士之婚约为不可毁 为不必毁 为不当毁 而久已认字为已聘未婚之人 而久已认东秀为儿未婚之妻 故儿与女子交际往来 无论其为华人美人 皆先令彼等之而为已聘未婚之男子 此言不差 维莲斯从一开始就知道胡适是有未婚妻的 他还知道胡适的这位未婚妻既不能写也不能读 他也觉得很奇怪 但又觉得也无所谓 说不定这种在智性上南辕北辙 无法沟通的关系 反而还可以让一个可能会很棘手的问题婚姻关系简单化呢 这说法得到了胡适的呼应 虽然他也曾希望将东秀识文段子 把闺房变成执经问字之地 但是目前看来这个愿望很难实现 他有遗憾 但并不十分沮丧 而是通达的详 他的母亲也不识字 却是他认识的最善良的一个女子 在之后的信上 胡适甚至告诉维莲斯 他听说江东秀的母亲病危了 他感到沮丧 但爱莫能助 胡适不是个矫情的人 维莲斯也不似唐德纲夏至清所言 对胡适有什么觊觎之心 所以 两人通信往来十分的坦荡 他们谈学问 也谈政治 谈中国的形式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 除了维莲斯偶尔跟胡适抱怨一下自己的老妈 他们的往来书信中 大多围绕跟胡适有关的话题而谈 可见 维莲斯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女子 想想 那是一种多么愉快的体验 有那么一个人 愿意倾听 你所有的说法都会得到回应 有时是赞同 有时是温和的反对 相同的心性使得你们互相能懂 不同的成长背景正好可以互相对照补充 这种智性上的伴侣让你如同看到另外一个自己 又像一面镜子 让你一照再照 最终确定自己 确实符合胡适 得之与友朋的规划 但是 你确定你做得了自己的主吗 十日渐长 爱慕有增无减 有一件事可以充分说明他对维莲斯的用心 那就是 他曾使出格物置之的功夫 试着欣赏维莲斯的话 那是在1915年10月 胡适已经从齐瑟加的康纳尔大学 转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所 他的宿舍与维莲斯所住的公寓很近 两人经常见面 十月底 他和刚才提到的那位张鹏春 去维莲斯的住处 看了他的三幅画 我们知道 维莲斯是一个新锐的女画家 在思想上 胡适能跟他沟通共鸣 但是 如维莲斯在后来写给胡适的心里所言 胡适缺乏对美的敏感和认知 他能够将具象的东西说出一个一二三来 若给他一幅山水画 他也能写出一篇洋洋洒洒的评论 可是 当维莲斯那些抽象的画作 推到他面前时 胡是傻眼了 这情形后来也在他的那位本家身上重演 张爱玲拿自己的画给胡适成看 胡适成无话可说 与他所预期的完全不对 可见 鉴赏画作 尤其是抽象画作 最为考验人 具象的作品怎么着都可以东拉西扯 胡适成一说就说到背景啊 宗教啊 天地啊上去 把不了解他的人蒙得七荤八素的 但一幅抽象的话 没有留下任何抓手 像猜谜 一说就错 胡适成也少不得小心翼翼 只敢说喜欢而已 好在张爱玲也没指望他能懂 就含糊过关了 维莲斯与张爱玲的不同在于 他更多的将胡适定位为一个知己 而不是恋人 而知己有着比恋人更懂自己的义务 这种期许让胡适很痛苦 最要命的是 咱们前面提到的张鹏春 却能说得头头是道 胡适痛苦了一个礼拜 这用功的人现在却没地方用功 他又不像胡适成有东拉西扯的本事 只有老实地给维莲斯写信说 我一想到因为我不能了解你的话 让你感到非常失望 这让我极为痛苦 有整整一个星期 我一直想告诉你 除非我能摆脱从二手资料中所得到的一些成见 并能言之确凿 我绝不再强不知以为之地对艺术作品望下评断 的确 胡适是研究者 善于凭借各种各样的二手资料 而艺术凭的是一眼望过去的直觉 胡适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未来 在这封信的结尾 他还是说 你引发了我一个新的兴趣 一个新的态度 且让我们希望 这个新兴趣和心态 能带给我一个新的欣赏能力 这个能力在此刻 使我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 看来胡适是认了书 然而所谓风回路转 就在胡适写完这封信之后 他荡夜就做了一个梦 梦里他再次看见了维莲斯的一幅画 胡适说 有如鬼魅附身 有种被勒住和窒息的感觉 醒来之后 我又试着回想那张画 我很惊讶 闭上眼睛所看到的那张画 竟线条色彩如此分明 而这个鲜明的形象 又带给我被勒和窒息的感觉 这种感觉是极难受的 我想逃避这种感觉 就设法回想你的另外两幅画 而呈现在我脑海中的这两幅画 和第一幅一样的色彩鲜明 甚至比我初见食物时 悠有过之 因为在回想时 画里的色彩细部结构淡化 而主题却更突出了 第二幅画给我一种轻松的感觉 首先是集中我的注意力 接着是活力狂喜式的交融 第三幅画是不同的 它的起头让我困惑 我给它打了一个问号 接着我集中注意力是一种全然的了物 涌现出大量的同情和希望 然后得到一种极大的满足 看完胡适这段话 我的感觉是什么呢 首先我觉得 所谓窒息狂喜云云 与其说是维莲斯的画作给他的直观印象 不如说是他想理解维莲斯的话的过程的概括 先是不懂感到要窒息 缓过就来之后 他渐渐轻松 最后他感到了全然的了物 其次 我觉得他使用的这些词 适用于很多画 在我看过的有限的画评里 最常出现的词就是窒息狂喜 换言之 用这两个词去评价大多数画总没错 假如作者愿意认为你了解他 他就可以认为你了解了他 虽然在你和他的字典里 关于窒息狂喜等等 可能是不同的解释 但这就足够了 原本已将他视为知己的维莲斯 可以用自己的头脑 把他那算命先生般含混的几个词 演绎得合乎自己的心意 他惊喜地说 好友 你能如此淋漓尽致地把握到 我这么粗糙的作品 所表达的想法 这就说明你高明的所在 这歪打正着的碰撞 两个人用同一个词 心里却各有各的诠释 但若阴差阳错地撞上了 就会让人以为遇到了知己 胡适与维莲斯 未必不也是这样啊 由知己 哪怕是误会成就的知己 到情人 往往只有一步之遥 但维莲斯 却似乎没有跨越之意 对于两个人的相知 他这样理解 两个人之间 最容易产生亲近的 激发思想交流的欲望 两个女人之间是如此 两个男人之间是如此 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之间 也同样如此 换言之 激发思想交流的欲望 并不就意味着爱情 这样想的人太清醒 而爱情需要幻觉 需要自我催眠 维莲斯这样的女子 注定燃点太高 轻易无法让自己 发动一场爱情 但他若是爱了 让爱熄灭也不容易 胡适这边则复杂得多 和大多数文人一样 他为自己爱慕的女子写诗 其中有 无乃淡荡人 为之爱何似 古人说相思 无乃泼类此之语 又为他填词 我替君食肾 君替我沾花 更像水滨同坐 焦阳更有树相遮 与身魂不管婚鸭 此时君与我 何处更容他 二十多年之后 他才告诉威廉斯 为了将这首词瞒天过海 他很费了一番功夫 用了被徐志摩一眼识破的 前有序后有拔的伎俩 特别申明说 今年重视填词 偶作其语 游戏而已 一夜读英文歌诗 偶有所喜 遂成此词 词中语意一无所指 据他日读者之妄乡猜度也 故续之如此 根本就是此地无言嘛 也可以想见 在当年 他没有把这首词 给威廉斯看过 解释过 恋爱中的胡适 与别人都不一样 普通人的爱情中 常有 爱别离 怨长久 求不得 放不下 此苦 胡适没有 究其原因在于 他早就明白了 爱情只是生命中的一件事 而不是唯一的事 这话是他很多年后 在火车上跟陈恒哲聊天时说的 陈恒哲说 那是因为你是男子 他认为 爱情是女人生命中唯一的事 我曾有小文专论 对于女子 爱情是不是唯一的事 这里且不坠言 只说 当胡适抱定这个主意后 他的爱情便可以淡淡地来 再淡淡地去 不至于陷入 路漫漫其修远兮 无将上下而求索的执迷 两人就这样交往下去 1916年春天 维莲斯为了照顾母亲 搬回了启色家 对于他而言 这不但是居处的改变 还有可能告别他的艺术生涯 毕竟 启色家不比纽约 在他母亲身边生活 跟独自一人 也完全不是一回事 之前 维莲斯纠结了很久 跟胡适也曾谈过 胡适深深地体会到他的无奈 做梦都放不下 他在诗中写道 前夜梦书来 未无再见时 老母日旧衰 未可远别离 他提前透支了伤感 维莲斯也曾以为 自己不久就会回来 胡适在他离开后 顶租了他的房子 但也做好了 他冬天回来的准备 说自己随时可以搬出去 但人生就是这样 有些人 你以为将来必然能厮守 有些地方 你以为将来必然能定居 你是怀着未完成的心离去的 却不知 所谓缘分 已经告一段落 冬天到来时 维莲斯没有回来 他在第二年春天 陪着母亲来了一趟纽约 来去匆匆 送他们的时候 胡适晚了几分钟 没有赶得上最后一班渡轮 没能亲眼看着他们 离去 如果没有狗 南丁格尔开始了救死扶伤生涯 因为一只狗 一辈子对狗厌恶至极的拿破仑 才死里逃生 听完狗故事 或许你也会赞同普鲁士 弗里德里克大帝的一句话 我见的人越多 就越喜欢我的狗 在这个程序上 我说完整序上 就对了 从来就会尽跑 我正在关闭路里克大帝的八字 在这条序上 就有比较几组 是和困难 保守他们以后 就给你们了